必修夥 今天素惠就帶你走進一個特別的訓練營 在那裏來自國外的男生專家 才會親身教授你 在遇到危險的時候 應該如何保護自己 這個下禮營請來的都是國際之名的男生專家 通過對襲擊者的心理分析 以來場景的模擬 身份案例 告訴小朋友在留學期間 可能發生的遲在危險 同時還會教小朋友 一些實用的防身術 以及自我的教護常識 對 首先我舉了手 這個大家都知道是國際的投行 手勢 然後我右手會握著槍盤 左手握著手 因為這支日本自動手槍 它會向後吞才會發射到 然後我會向下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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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跪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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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善打一斤 私人保姆 乙慧 亦是欠近這一次難得的機會 向張sir吐架了一番 哦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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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下去相上 另外,如何在外面的关头,以良好的心理说的问题,也都是这一次下令形成的教导的 这么便便,在今中,自己一般的伙伴,还有在比方向,看看如何生存,还有特别是美国西方的枪文化,比较盛行的情况下,在这边的问题下,我们怎么,自己非常镇静的逃脱,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种方法,能够完全自己,把危险将到这种方法, 文康记者一起上课